昨天發生山泥傾瀉的大埔新梁潭路 目前重開一條行車線 現場實施單線雙乘行車 新梁潭路近三淡路重開的一條行車線 截至左交通燈 有工人繼續在現場維修 陸政署說路面清理工作 連同初步邪波鞏固工程初步完成 昨晚完成 相關部門確認現場可以安全行車後 昨晚大約11點重開其中一條行車線 路政署說發生山泥傾瀉的斜坡範圍 高大約20米 闊大約35米 滑坡面積大約800平方米 事發現場馬路後方山坡 亦都有大片山坡失去直坯 土木工程托展署說未有構成危險 但反映人造同天然山坡同樣受大雨影響 而且有滯後性 大雨過後市民不能掉而輕心